大家好,今天要介紹打鼓的時候,鼓棒運作的原理 以及一些握住鼓棒的基本動作 還有一些訓練,幫助你提升操控鼓棒的技巧 首先在鼓棒運作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一個畫圓的概念 所謂的畫圓,是你看我的鼓棒頭 如果一直延伸這個揮動的軌跡,它終究會成為一個圓形 至於軸心,就是鼓棒揮動的時候,可能由肩膀,或者是由手肘,手腕,或者是手指,成為這個畫圓的圓心 那你也可以說它是軸心 如果你用槓桿的角度去思考的話,也可以想成有支點以及施力點 實際在揮動鼓棒的時候,很少是由單一的軸心來運作 你會用到兩個以上的支點,或者說兩個以上的軸心來揮動鼓棒 像現在畫面上我呈現的是以手指多一點,或者是手腕多一點 或者是手指手腕一半一半 總之是以手指手腕,以不同的比例搭配來揮動鼓棒 現在畫面上,我也用到了手肘,手腕跟手指 現在看到的,大部分是用手指來揮動,但其實也帶到一點點的手腕 再來示範另一種動作,是以手腕的揮動為主,但也帶到一點點的手指 你可以從這個慢動作裡面看得更清楚,手腕跟手指是怎麼樣互相搭配的 介紹完鼓棒揮動的原理,我們現在開始來實際操作看看 先從握住鼓棒的姿勢開始說起 第一步,你要有個放鬆的手腕 把你的手掌打開,你會發現手指大約與你的手臂延伸成為一條直線 握住鼓棒的時候,鼓棒就是你手臂的延伸,並不是像右途這樣扭曲 很多鼓手在練習的時候,手腕會這樣子過度的緊繃 無論你使用德式握法,或者是採用法式握法,都要避免手腕這樣緊繃 放鬆的手腕之外,第二點就是清晰的支點控制 通常是由拇指跟食指捏住鼓棒來創造一個支點 有的鼓手會用拇指跟中指來創造支點,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從圖片中看到鼓棒跟我手掌的相對位置 還有拇指、食指捏住鼓棒的樣子 基本上拇指跟食指、施力點要在鼓棒的兩側相對 鼓手很容易打著打著,食指就滑動成為這個樣子 太下去了 這個才是對的 如果你的食指太下去,失去跟拇指創造支點的這種能力的話 鼓棒揮動就變得不靈活 負擔就會轉嫁到施力的那一端 再看一次,食指太下去就沒有支點了 這個位置才是正確的 還有另一種握法,由拇指與食指中指形成三點的支撐 看起來拇指跟食指並沒有控制某個支點 但其實在揮動的時候這個支點還是存在的 有的時候我也會使用這樣的握法 在揮動的時候,支點會在我的手掌當中 所有的手指都是施力點 著名的鼓手DevEcho也是用這樣子的揮動方式 各位從側面應該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骨棒轉動的軸心大概在我的拇指附近 放鬆的手腕明確的支點之後 接下來是施力點 由中指、無名指跟小指負責 這三隻手指頭輕鬆的平平的戴上 壓住骨棒就可以了 前面說的放鬆的手腕跟支點對於法式握法也通用 但今天接下來這個施力點是對德式握法比較適用 也有的人不習慣三隻手指頭是平平的壓住骨棒 而是採用勾住骨棒的方式 這樣也是可以的 現在來看看,如果你的手指習慣勾住骨棒的話 骨棒與你的前手臂所形成的角度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在揮動的時候,你的手腕就會帶一點點轉動的感覺 我現在把骨棒對著鏡頭看看 骨棒是對著鏡頭上下揮的 但是其實我的手腕是有一點點往上舉同時帶著翻動 如果我把骨棒拿掉,你會注意到我的掌心位置的變化 如果施力點的三隻手指頭只是壓住而不勾住骨棒 骨棒跟手臂會延伸成一條直線 你可以注意我手腕的動作 在揮動骨棒時,就像是前後揮動 比較少轉動的動作 如果我把骨棒放平 這個揮動的動作 會使我的手腕看起來就像在拍一顆球 很單純的只有上下而沒有轉動 另外就是你的支點的位置 如果比較靠近骨棒的中央 揮動起來就比較輕鬆 如果比較靠近尾端 揮動起來會稍微費力,但是比較有力量 現在換個角度,同時看兩隻手的揮動 影片中示範的是標準的得勢握法 要注意避免手腕過度向內縮 導致手腕變得不放鬆 或者是有的人會誤解法式握法 就是要向內集中 兩隻手幾乎要併在一起 這也是不理想的 有的人把調整姿勢的重點放在把雙手拉開 結果是手肘離身體太遠 造成肩膀的負擔 所以調整關鍵還是在於 手腕放鬆 骨棒是手臂的自然延伸 以實用的角度來看 兩隻手的動作沒有必要一模一樣 但是對骨棒的操控能力應該要雙手一致 接下來討論揮動的軌跡 無論你對著鏡子練習 或者是現在從鏡頭上看我的動作 都看不出骨棒揮動是不是真正直的 我現在把右手對著鏡頭揮動 事實上,右手揮動時 骨棒是向著我的左前方 現在左手骨棒對著鏡頭揮動 左手揮動時 骨棒是向著我的右前方 對著鏡子練習的時候 注意這個微妙的差異 才能正確調整 現在來介紹一些訓練的方法 能夠提升對骨棒的控制能力 首先回憶一下前面講的 拇指跟食指控制支點的方式 我的拇指跟食指在骨棒的兩側 相對的點上把骨棒夾住 要注意並避免揮動的時候 食指滑落成現在的樣子 至於食指的指尖 最末端的那個指節 可以放鬆也可以勾住骨棒 看情況需要來調整 但要避免用食指的第一個指節來握住骨棒 接下來看拇指如何固定住骨棒 你可以從影片中看到 我的拇指跟食指是在骨棒相對的兩側 現在我把骨棒轉過來 就像是骨棒的切面 你可以觀察拇指食指的相對位置 拇指握得太上面容易掉骨棒 握得太下面容易失去對肢點的控制 現在這個位置是比較建議的 一樣要注意揮動個幾次之後 食指容易滑到其他的位置 這樣都會降低你對肢點的控制力 相信你也會看到很多很厲害的鼓手 採用不同的方法 在這裡所謂的基本動作 並不是唯一的標準答案 將來可以依照你的演奏需求去調整 現在來訓練 如何讓你的拇指食指控制支點 穩定而不跑掉 只用拇指食指握住骨棒 不要用手腕來揮動骨棒 而是用你食指的最後一個指節 輕輕的勾住骨棒 讓骨棒前後揮動 這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拇指與食指必須要更用力 也就是從虎口的地方出力夾住骨棒 才能夠讓骨棒保持穩定 不會揮了幾下就滑掉 要注意你的力量來自於虎口 沒有意外的話 大概揮個幾秒鐘 拇指跟食指捏住的姿勢就跑掉了 這時候就停下來 照著一開始的動作再重來一次 反覆的練習 並且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虎口的肌肉 意識到你的虎口正在用力 使拇指、食指穩定地夾住骨棒 一開始你的揮動不需要太快 只要慢慢地 並且保持骨棒頭揮動的軌跡來回一致 不要畫圈或者是打勾勾 直到你慢慢地抓到這個感覺之後 再加快揮動的速度跟力道 這個練習可以刺激並且鍛鍊你的虎口力量 接下來說明 中指、無名指、食指 也就是施力點的訓練方式 將這三隻手指頭蓋在骨棒上面 輕鬆地揮動骨棒 但要注意 支點不要跑掉 在一開始 有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動作很困難 不容易控制到骨棒 我的建議是 讓你的手腕稍微地向後仰 你可以從側面觀察到我的姿勢 這樣當你的手指撥完骨棒之後 放開時 骨棒就會重新回到手指那邊 如果你的手沒有稍微向後仰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骨棒不太理你 像現在這樣 向後仰 骨棒就會跟著你的手指移動了 這個練習 一樣在一開始的時候 要放輕你的力道 也放慢速度 並且觀察棒頭揮動的軌跡 是不是保持穩定 現在我要把手腕的動作加進來 施力的手指先不要動 留出一點點空間 只要用手腕來揮動就好了 習慣這個動作之後 再把你手指力量加進來 並且加快動作跟力道 這時候你控制支點的那兩隻手指頭 以及虎口仍然要用力 如果力量不夠 你的食指就會跑掉 變成這樣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當你練習的順利了之後 試著把骨棒從直立的狀態 改為橫向揮動 就跟正常打擊的時候一樣的姿態 這個動作會刺激到你的前手臂 內側跟外側的肌肉 前手臂內側的肌肉 是你手指的力量來源 外側的肌肉 則是手腕揮動的力量來源 隨時注意你的姿勢有沒有正確穩定 不要跑掉 至於現在畫面中 圈起來的這個部分 虎口有一個隆起來的肌肉 這是控制支點的力量來源 有人就開玩笑說這是骨手的肌肉 現在來練習 手腕揮動骨棒的軌跡 練習的時候 先讓你的手指握住骨棒不要鬆開 這樣骨棒的揮動 就完全靠手腕來進行 在揮動的時候 注意速度一定要慢 你將發現 骨棒揮動的軌跡很難保持穩定 這個練習的目的是讓你手腕以正確的方向揮動 使你的身體記住 理想的揮動軌跡 而不是增強力量 因為手腕是一個多方向的關節 在練習揮動的時候 常常會混合不同的運動方向 所以在打擊的時候 動作容易歪斜 練習時對著鏡子修正你的揮動軌跡 熟練了之後 再試著加快速度 並且保持揮動的軌跡穩定 現在從側面來看看這個揮動練習 我的手臂很可能會被揮動的慣性帶動 如果能夠適度的固定手臂 能夠讓訓練的效果更好 接下來介紹更激烈的訓練方式 首先我把骨棒倒過來拿 拇指跟食指掐住骨棒的尾端作為支點 以橫向的角度 快速的用中指、無名指跟小指 施力撥動骨棒 更進一步放開施力的中指、無名指、小指 只用食指的最後一節快速撥動骨棒 由於支點跟力矩的改變 這一系列動作的阻力感會比較強烈 基本上這些訓練的目的是一樣的 但是訓練方法有一點不同 這一個訓練方法 是來自JoJo Mayer的訓練方式 在演出前 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或空間來進行暖身 也可以用這些方式來達到部分的暖身效果 現在來講高強度的手腕訓練方式 首先選擇一個穩定的高度視障的平面 前臂保持緊貼平面 手掌快速拍動 拍打時不要馬上彈起 稍微壓一下平面 手臂則不要離開平面 必要的話 用另外一隻手稍微固定你的前臂 會有一些幫助 但要衡量一下力量 不要讓自己受傷 現在換一個角度來看 手指就像是手臂的延伸 基本上手指所指的方向 跟手臂是順在一起的 這個動作所訓練到的肌肉 就是我現在手指的這個部位 也是你應該意識到 需要用力的部位 如果沒有合適的平面 也可以把整個前手臂 放在自己的大腿上面 一樣快速的拍動手掌 每次拍的時候 手掌都稍微用力向下壓一下 不要一拍到腿就馬上彈起來 今天這堂課的練習 都建議從一隻手開始練 等到兩隻手個別練熟了之後 在雙手同時訓練 特別注意訓練比較弱的那隻手 雙手的能力平均 才能夠提升你的整體表現